相恋21年直到63岁才结婚,却被全香港人视为爱情和婚姻的楷模。 人都说相识相恋已属不易,能够厮守一生更是难得。 更别说现在的年轻人,能够相恋三、四年不结婚还不分手的简直是凤毛麟角,少之又少,有几个人能够相恋21年而不离不弃,而最终走进婚姻的神圣殿堂。 这两个人就是汪明泉和罗家英。 香港人才济济,群星璀璨,汪明泉和罗家英以其长者风范和过人演技在香港独占凹头,特别是汪明泉更是以其飘逸的荧幕形象和正直的为人,当之无愧地做上香港独一无二的大姐大的第一把交椅。 在他们相恋21年的时间里,罗家英被汪明泉接受,却只因为一句话,不善言语的罗家英斩定截铁地说,我不会让人在舞台上欺负你。 就因为这句话,汪明泉被感动,而认定这就是他要托付之人。 从而确定了恋爱关系,但之后虽然罗家英四次求婚,汪明泉都没有答应,因为他觉得婚姻这个事太大了,迟迟下不了决心。 当时他俩都身患,罗家英给汪明泉的这首诗,你剩半条命,我剩半条命。 我们和一起,完整直生命。我离不开你,你离不开我。我们在一起,走完后半生。 从这首能够看出他俩相濡以沫,互相鼓励,相亲相爱,不被并魔所吓倒,而战胜并魔的决心。 直到罗家英63岁的时候,他俩才终于为相恋21年的长跑画上圆满的句号,他们的婚姻也得到全香港人的一直称赞,成为全世界华人忠于爱情的典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